20世紀初 中國是海偶順渣的 無論用鴉片 打仗 用盤管 20世紀初 中國依然是學疫出口 是英國的工業化製作 來看這個 吹牛吹得很厲害 實際上 在19世紀後期 中國南京的土豪是長燒歐洲 長燒英國 所以中國是長期的 公義的實力是超越歐洲 只不過是有政治軍事或創政根本的因素 是被拒絕 如果拒絕 主要是因為人 當然是理解政策 例如正常的國與國的民主和民主之間的關係 我總結就是 之後之內留意一件事 政治很重要 國與國的關係 因為貿易一定是長期的國與國 所以是一個政治保障 所以吹牛吹是最大的發展 吹牛吹是中馬的發展 又是這麼厲害 另一種就是 金融人 主要是白銀行數 以及文化的變化 所以整個歐洲的貿易差的水落 是因為中國的水落 中國整個到一個島嶺 結束了一個攬子之後 中國才是從身架入世界 其他人是我想提的 除了歷史一屬的就是所謂 power gate 等等的問題 在西方的學者說 有國外權和勞權的責任 然後勞權和勞權的責任 在西方的勞權和勞權的責任 有一個說法就是 實力出的這個方法就是 哪個戰利的利益總之選擇 方法的配別考慮就是 因為海運的方式 就能夠遇到大陸 過了很激烈的地方 但這個行動是估計不到 之後這個所謂power gate 依然是遲了我們 所以這裏都應該會擔心 所以回家 在這個八十十年的時候 主要是英國和俄羅斯 其他地方的寅長爭居 而爭居呢 這時候是印度、海邊 而俄羅斯在陸上 在北邊是中海的 之後就要去陸上 之後就要去陸上 然後兩個時候是衝突 交界點是O-for 當時通過,黃泉達州區通過,英國人在首領事件,不被俄羅斯洸訪問。 據說在Zubel,俄羅斯發併他有 Alzheimer headline 很多人是從9月3日查到西伯利亞 到受控哥你最好 他沒有問他呢 英國在北大和 Award 在南面的採折 兩邊有手折 而在這裡英國想證明是俄羅斯 但打來二次打的像是不知非 所以最後在英國和 imperial 黃先生剩下過課的一份假 藍的第一個人實力 畢竟是黃先生 在早的時期 在低巴和佛陀下的時候 經過看教堂的Brashing 祝福在這個世界上 佛陀佛陀在附近 所以是黃先生在西北 東西之分 這次是南佛之分 有一個說法就是 這個不是靠打仗 我懂得靠打武的總統 從來都是在這方面比較厲害的 然後大戰的冷戰 其實在程度上 也是這個所謂的包經民族 只不過是美國在英國 蘇聯的態度都不知 反正這個地方都是破壞 所以蘇聯是多過後 美國都是多過後 然後追出 在蘇聯的Brashing之後 有一個說法就是 歷史終結 因此以前那些所謂的自豪Politics 不重要了 現在是講的法律 變成了不斷地區 有經濟實力改革 但最近又不斷 變成了一個極真意存在 所以這個世界大部分 從來都是說法律 然後有一個GEOPolitics 然後有一個GEOEconomics 又叫做GEO Strategics 現在的直播 其實它大一本的基本 就是在英國和俄羅斯 其實就是一支錢 世界還有很多Hoflake 可以去發展 但是那麼多時候 十八世紀 世界已經佔了一支財政 我一做戰 才是大國之間的戰爭 所以導致這些所謂的敲擊出來 而現在副藥是存在的 所以現在的事實之路 說一下大陸 如果不從這個政治 不從這個地緣的政治的考慮 什麼的戰爭的考慮 你會考慮不斷的中國 就是說第二次大戰之後 特別在台灣之後 雖然世界的俄羅斯分會 雖然俄羅斯分會 雖然俄羅斯 雖然俄羅斯 雖然俄羅斯分會 但不是很好 然後美國在2000年之後 這個圖是美國的軍閉開始 這就是美國是無法的 所以美國已經要撤退 所以是大民意 但是他不敢打罪 所以美國是想撤退 所以導致了 這個中國是有機可食 因為蘇聯的分會 蘇聯在登陣都是三十多國家 因為蘇聯在登陣也是三十多國家 那時候由於是 剛前年初的時候 俄羅斯聽過的話 所以給我 俄羅斯毒化資訊 所以很多機構 那裡國家 開始去對台灣促進建立 巧華的貿易家 這是國的規劃 這是歐盟的 這個是UNASCAP的 但基本上做不到的 因為好像 而為了做到美國在打阿富的時候做了一個軍需的運輸 所以稱之為新的私立之路 打風彈到了中國 所以現代的私立之路是美國都看出來的 中國都看出來的 美國是因為在安國已接退的時候 所以中國是成為原來的 這個角色來看是中國的因素 因為私立之路的崩潰 某程度上是因為中國衰落 而現在在台灣一帶一路 甚至是在冷戰後 整個中東 中亞 立戰的時候是關鍵的 能夠出生在中國的因素 而中國是全面的 我想大家以為中國還是一個低失敏感的世界公共工作 其實中國不是的了 從21世紀開始 中國已經變成全球最大的生產國 在2013年中 中國是全世界最大的生產國 英國是全世界很新的 他們做很多國務公共工作 日本加盟 德國加盟都比不出中國 所以中國已經在2013年 全世界最大的生產國 中國是全世界最大的生產國 中國是全世界最大的生產國 而中國除了放大生產 開始出口的資本 出口的資本 出口的資本 中國真的會很快 早晚是全世界最大的生產 而中國和美國在R&D的發展 中國可能更加高一點 美國落得低 更加高一點 如果我們熟悉美國的國務工業 科技 如果落得低的程度 是比我們以為中國的國務業更加差 所以不要以為中國有效果 中國在那邊的整數量是增加 而實際上還有一個問題 在阿雲D戰的資料比例 中國已經超過2% 2%以上是屬於最大的國家平均水平 最大的水平 最大的水平是4% 在5月4月8月 深圳已經超過的水平 所以中國這麼大的威脅 現在部分地區 它的R&D發展的投資 是特別嚴重的 所以中國不是靠 是剝削的 污染的環境來的 開始傳染 中國R&D的人才 是傳染最多的 所以中國現在 培養是傳染最多的 科技人才 最多的技術員 所以中國不是靠低成本的勞動力 中國已經大均 看出一帶之後 已經大均海外 就開始了 在去年 看出來的 在2025的中國製造 中國希望 通過大均海外 將中國的製造 全改變 如果改變 基本上中國是不再學美國 甚至不再學日本 也至於學德國 一方面就是工業 4.0 我們看一看 在回憶體的提災 在世界上 最具體情況 比如這裏 主山國 甚至佛山 深圳已經全面 跟德國大學 德國科學院合作 德國科學院合作 已經是造先很多 中國是轉型 很大 甚至在大學方面 深圳大學 最好的重要 就是深圳結構學校 在中國 適合德國的傳統 一半工作 一半是不足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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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在香港之前 中國的等級是德國等級的 所以我們中廠是白大學的 中國的法律 基本上是德國的大學 只不過我們國家 突然間 特效力 從美將所有的 全國的制度 挑戰 全世界 從事上 現在開始 是重新 重新 從德國學生 所以 特地去 去德國 過世的德國 其實中國 在公益方面發展 最大的作為 是德國 而且你對有 大小的不足 所以 有很大的變化 還有中國在Internet Plus 網家發展 中國的電子商務 已經被美國招惠 在電子金融方面 也發展 而最重要的 值得提的是 不是現有的情況 而現有的情況 關鍵是 中國的十五三五規劃 除了說很多新的產業 其實大家做一個提出 是在2020年之前 在第五代的 六部電話的技術 是會在中國 是雙型化 而是中國和韓國 也會在韓國 聽見到這個白天 所以是六極筒 但其他國家是做的 所以當中 是五至四 是世界會變化 四支和三支的比較 速度相差是十分 五支和四支 就是相差速度是一支 對世界會變化 所以今後的發展 我想和我正經的地方說 中國在四十六個時代 中國出口 出口銅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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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出口十五個方式 中國的生物質 通過這個產品 出口給其他國家 其他國家是中國 所以以前是 俄羅斯不喝茶 這個不喝茶 全都是因為中國出口 而中國那時候 是全國最先進的國家 文化最先進 所以出口這個生物行政 現在呢 中國政真 最重要的是 在互聯網的生態 生活中 中國是很先進的 香港的落後 我還以為發達通 很聰明 但是 在世界中 如果是國外生活的時候 而今後的發展更加厲害 我覺得今後的發展 中國可能是從事後的生活方式 你的生活方式 就不是安堂的東西 又不是徵召的東西 而是一個全身的 一個聯合性的 結合的一份方式 當然 因為中國 首先是做這些生意 做這個生活的經驗 從而 即是說 它有眼見面 出口的 口罩 我記得 而實際上 中國出口的 smartphone 已經是全球 九成的 smartphone 在中國生產 這裡有兩個圖 在傳統的產業來說 最關鍵的是 就是 港鐵 港鐵 一致不參加全球一半的生產 真的 以往 中國出口的港鐵 大約 一、兩處都有3% 但去年 一出口是10% 全世界大人大 以中國港鐵 去買入門 去買入門 以為有很多港鐵 最厲害的人 當然 英國大家不用說 英國是少國的 因為 英國全國全國的生產 不只在裡面 中國可不散 一個城市的生產 而 那些重要性 不是一個粗獲 不是一個建材的 粗獲 你可以做特選 也可以 而這個人 對汽車 對家電 是有個競爭 有這個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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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中國競爭 中國的目標 就是 在 現在 6% 希望到 2021年 2014日 不足 2025年 是50年 而本來是 關鍵了 新時代的 結束 包括我所有的新結束 因為本來都是 很新的 而本來的 重要的是 本來是 接近中國的 那邊的 全球 但是國家已經打敗了 歐洲已經沒有了 現在 美國主要 一間兩間 靠軍方支持 靠 B.C.支持 然後 跟著 日本已經全軍 對抗 那 國主要 Heinness 然後 還有 中國主要 這個方法 其實 這個情況 就是中國 不單止 全球一半以上 生產 可能更厲害 這個生產需要的資格 價格 方法 其他國家不可以 所以 單純這兩個 作為傳統的產業 生產的壓縮 中國影響 在外面整個世界 所以 我會提議 中國現在的做法 方向人 就是 130科技 基礎的 產業 生產很多 13規劃的 生產 第二個 就是 將整個 全球產業 成為一個生活的產業 最基本的例子 就是 在 朱砂漠的 家電 家電 本來 是 日本家電 打敗了歐洲 中國打敗了美國 最近 中國打敗了 東資 都被 美國打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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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漠的 國外 受益 沙漠的 無法打敗 東資的影響 是大陸 沙漠國 美國打敗了 而在 在 我們 在中山 在地上 而中國 全球的 加年 大多數 在 70% 在中國 的生產 所以 現在是 中國的 轉型 的 就算在 未來 其他世界 新的國家 發展 實際 也要加 多數 這裏中國 是 中國 是 才能 高方的 中國 同時 是 中國 英文叫做 長 所以 這裏 都會歪 沒有 壓 被人壓 了 以為 大量 生產 加工 也行 實際 中國 有 中國 和歐洲 解釋 有